中国经济下滑趋势并没有因为中共二十大开局而得到缓解 习近平顺利迈入第三任期 习派人马掌握党国机器 习近平全面掌权的态势正是地位巩固 但是人民币汇率及股市价格却双双大跌 就连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房地产都快保不住 住房贷款利率也出现惨跌的状况 中共二十大财刚开局不久 中国经济却弥漫着疲软的迹象 资金快速往外润 国内房地产投资更出现大窜逃的现象 经济泡沫化的风险增加 恐怕将带来中国社会不稳定 今天的国际新闻评论要来谈谈 外界评估中共二十大的经济发展 大都不抱任何希望 会如此悲观的原因是 中国房地产市场存有崩盘的可能性 进而冲击金融银行体系的稳定 房地产一直以来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指标 会出现泡沫化吗 中共会采取什么对策来因应呢 这对整体经济将会带来什么影响 先来说说近期中国热议的新名词 叫做论学 所谓论是英文run的谐音 被中国网友广为使用 用来隐晦跑路的意思 言下之意就是受迫于国内政治社会 及经济的不确定性 许多人选择论逃出国外 然而为何近期论学会成为网路流行用词 无非是因为习近平持续掌权的中共二十大 各种不稳定的国内风险正在攀升 生怕习近平将会展开二次文革 许多人只好选择论来避险 连带资本与资金也出现润出去的现象 金融服务业是相干敏感的产业 不但牵动着整体经济发展 也深受市场景气的影响 过去以来中国在人口红利的优势之下 全球经济仍仰赖中国市场力量 金融投资创造出许多具竞争力的商品交易 成了中国内需市场的重要发展引擎 不过迈入中共十九大中后阶段 国际情势批变 尤其是美国大举对中国采取贸易战 进而衍生出科技战 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化供应链之外 导致资本外逃 让国内资金流动转弱 同时也促使中国金融市场趋于不稳定 投资客的预期心理 反映出潜碟式的市场行为 中国过去拥有国际热钱的涌入机遇 金融市场的需求与供给相当活络 无论是股市买卖进出的热度 或是房地产投资的动能 可以说创造出许多致富的成功典范 不过也是因为获利的预期出现疲软 许多投资客不但抽离资本大外逃之外 更有人不抱任何希望认赔杀出 大量出售资产 这从上海豪宅近期暴跌40% 便可亏之市场反应 更不用说其他地方甚至有抛售潮的迹象 加剧房市泡沫的压力 其实中国金融危机不是中共20大之后才出现 早在今年年中时 就传出中国地方银行出现挤兑的问题 银行资金不足的现象正在扩大 如今进入中共20大 许多投资者预期中共对内控制力道 以及政府的经济监管动作将会增加 再加上来自欧美国家的外部压力 国际投资果足不前 更有许多跨国资本纷纷外逃 资金加速润出去 连带让中国金融黑洞越来越大 外界相当担忧 中国式的金融风暴何时会出现 资金大窜逃的现象将更为严重 现实上中国国内新建商品住房的销售价格 已呈现下探趋势 主要原因除了是市场预期因素使然之外 中国社会结构问题早已让房地产陷入 难以恢复的瓶颈 人口少子化及老龄化的双重压力之下 房地产供给过剩问题浮现 再加上人力资本的流动性 购物住房已不是刚性的生活需求 更不用说经济动能不足 导致消费力疲乏 房地产投资又缺乏增值与保值的诱因 烂尾楼恐怕成了中国经济下滑的代表作 贷款无法偿还让银行入不敷出 冲击整体金融体系 当然中国政府不会放任不管 只是寄出的对策 只能用来短期的激励作用 要保持过去长期的投资热度 或是让经济增长形势触底反弹 恐怕会带来短多长空的结果 习近平在二十大的报告中 提到住房供给制度 民众除了商品房 还会有政府保障房 及政府租房的选择 这对当前堪忧的房地产来说 无疑是一大风险 可以想象的是 房市抛售情形将会持续 认赔退坑的案例会越来越多 处处可以看到各式房产降价求售 房市润的现象将会席卷全国 持平而论 习近平除了不会让中国经济 在他任期内崩盘 毕竟这攸关着他的权势地位 面对房地产有泡沫化的危机 习近平岂有可能会采取 双杠杆的政府手段 首先就宏观政策的推动 将会提出公共工房的新机制 一来解决住房问题 二来消弭社会民怨 其次针对房市投资 所产生的金融风险 会采取围观调控的措施 防堵金融的不确定性扩大 同时解决房地产过剩的问题 政府介入监管是必然的趋势 这是习近平的套路 但对于金融市场的长期发展 恐怕是凶多吉少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